開頭是Rap嗎? 剛才Skout說要用Rap 對呀 我就直接把你那段剪成Rap 感覺跟阿母一樣 你現在是很有節奏感欸很有感覺 對 如果你家的那個beat 我覺得應該很帥 對它就 啊 為什麼 等等我就要密小橋說 你還要幫他上廁所現在給我用腳踩 你缺不缺的缺不缺的啊 你們會下地獄欸你們是用什麼毛病啊 你們就用酒精的踩什麼踩啊 幹踩他媽媽的馬桶 那個人一樣幾百元每次都一定要有人 在那邊寫注意事項說請你們不要踩馬桶坐墊 幹你們不想要坐馬桶坐墊 你們就把馬桶坐墊給我拿起來然後用 蹲的幹 我好生氣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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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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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歡迎兩位回來色情首門員 非常的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好像上次錄音好久欸 大概是兩個禮拜前吧 對啊聽眾可能沒感覺 但其實對我們來講 這次歌 因為中間又停更了一周 嗯 有點 哇 要抓一下才可以回來 我們手上只要有存檔 我們就會開始為非作代 哈哈哈 欸你用為非作代這個詞 形容得很好欸 真的是這樣 因為 星期天的時候我就會浮出水面說 欸其實我們還剩兩集 這集 這個禮拜又不要 這禮拜不錄 好像可以不用錄 然後大家都會複意 然後所以 嗯 只要有存檔 我們就會為非作代 可是現在我們沒有存檔了 所以就只好 對啊 而且有存檔其實不只錄音會拖到 甚至連那個 剪接就發出去都會拖到 因為會覺得 一直覺得好像 好像還有庫存什麼的 哇 有一種 有人接住你的感覺 沒錯 好像是這種感覺 對 綜合多番原因說 我們又是 消失一周 然後又是 我還趴一下那個對話 就是阿強 9點29分 禮拜天的時候說 話說點點點 其實今天好像也不用錄音 因為還有一集 哈哈 請大會主席聲明 今天是不要錄音 差滴 差滴 差滴滴滴滴 欸 然後我一看到很興奮 我就出來說 哇嗚 然後換時告說 嗚 原來如此 那就暫停錄好了 好呀可以的 嗯 然後就結束 上禮拜大概是這樣的狀態 對所以今天算是 久違的我們又開始重聚 重新聚首了 對 那小迪這幾週過得怎麼樣呢 一次問好幾週好了 小迪這幾週就是 過得還不錯啦 但最近身體有點不舒服 小迪 小迪就是最近骨頭很容易痛 就是膝蓋骨啊 然後什麼 手骨啊 就是有點太胖了 太胖了 我這個體重維持了比較久了 然後因為 以前曾經有個說法 就是說 我朋友家裡有養一隻貓 因為那隻貓 就是被他家人一直餵食 那隻貓就變很肥很胖 然後因為貓就是走路 用四肢嘛 然後就是骨頭會有點歪掉 這樣 所以我現在在想說我可能是那隻肥貓 就是 你知道嗎 承受不了我這個體重這樣 所以論就是你骨頭痛是哪邊痛還是怎樣 就是那種小腿筋骨耶 你知道嗎 幹你們為什麼每個人都知道筋骨是什麼啊 媽 前幾天石膏也在那邊說什麼大腿筋骨 我心想說 什麼是大腿筋骨 什麼是小腿筋骨 然後 可以解釋一下嗎 喔 我是這樣搜尋的 我是打小腿 前面骨頭痛 然後 他就會跳出相關的那個字眼 然後就發現說 小腿筋骨 然後又有圖片 他說喔 原來是這樣啊 喔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小笛的 增胖的速度 因為你可能都增加在肚子嘛 然後可能增加的速度超越你膝蓋 能負荷的量了 然後小腿也沒有習慣我要支撐這麼大的身體 對對對 最近有點小苦惱 這個小小的身軀 沒辦法承受我這個體重 而且我想說我可能就不要吃太多就好 體重可能會下來 我發現沒有耶 一到那個體重以後 其實不好下來耶 真的假的 喔 所以有點像是在巴著這個水位 其實很難再回到七字頭 對 我記得我就七八七九很久了 然後就有那個惡魔一直說 欸你吃到八一 我就帶你去吃吃乾杯 吃到飽 我付錢 然後我就ㄍ上去了 然後ㄍ上去我就下不來了 哇 哇 那那個惡魔的泥男是誰啊 是誰 應該是史先生吧 史學長 我記得高小姐應該也有參與這個泥男 因為高小姐那天也吃得蠻開心的 我夾帶著大家的全村的希望啊 因為好像有幾個人說 就是我到那個體重大家好像也都可以吃免費 真的是全村的希望 喔對 全村的希望 哇那一攤一次快十個人去吃吧 哇 大家吃得好開心啊 靠你拯救我們全村耶 我們全村人口外移嚴重 就靠你為我們增加 都回來啦 對 謝謝小迪 希望你早就回到79 對對對 我就慢慢控制啦 我覺得還ok 我就是 我覺得沒問題的 好那我們下禮拜再同一時間關注一下小迪的體重 可以可以 那我覺得今天有個話題想要聊一下 嗯 就是呢 因為我們公司廁所是共用的嘛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上廁所 然後 我記得有一次就聊到一個話題 他說欸 你們沖水的時候你們是用手壓呢 還是用腳去踩那個沖水的 蛤 有 有聊過這個話題喔 我跟石膏聊到的 對不對 石膏要不要說一下 對因為有一天 好像是小喬先開始聊的吧 小喬有一天就是 跟剛好就跟工程師妹妹來聊天 然後再走到我們這邊 然後就突然間講到這個話題 然後就發現欸 就有人開始問說 欸那你們就是在公共場所 或是在公司 那如果要沖水 你們會怎麼沖 對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小喬就說 欸我都用腳踩啊 幹 然後那時候 幹全部的人就嚇爆了 就說 蛤什麼 怎麼怎麼會用腳踩 對 然後這時候我就舉手說 欸欸 我會用腳踩啊 所以我就突然間發現 欸這個世界可能分成兩派的人喔 沒錯 就是在面對這個公共廁所這一塊 就是很多人是用腳來做事 對 那阿強呢 我他媽的用手啊 你們這些人很沒水準欸 超沒水準的 等等 我就要密小喬說 你他媽上廁所 你居然給我用腳踩 你缺不缺的啊 你們會下地獄 欸你們是有什麼毛病啊 你們就用酒精的 你們到底有什麼病 踩什麼踩啊 幹這就跟踩 他媽媽 馬桶那個人一樣擊敗 每次都一定要有人在那邊寫 注意事項 請你們不要踩馬桶坐墊 幹你們不想要坐馬桶坐墊 你們就把馬桶坐墊 給我拿起來 然後用蹲的 媽的憑什麼 幹 我好生氣喔 欸剛才是個rap 我剛有聽到一些節奏了 今天他的這個rap就是開頭了 我聽到當下我也崩潰 就是我大概 跟我收到蘋果報一樣 就是我大概十秒講不出話來 因為我也是用手按 那因為你知道 那個水流有時候流很慢 所以我整隻手掌給他貼上去 跟我他媽要壓超久 有時候要壓一分鐘你知道 欸欸那如果我稍微解釋一下 會有救嗎 你說說看啊 再怎麼樣你在我心中就是一個缺德的人 沒有改變 那你說說看 你說說看 就是因為我知道用鞋底踩這件事情 就很一定就是很缺德 因為你鞋底是髒的嘛 對所以我都會特別把我的腳翻過來 然後用我的腳背去按 因為我知道我的腳背是乾淨的 好啦相對好一點 好我解釋完畢了 對所以就是我會呈現一個很特別的姿勢 然後我跟妳講 要是我們誰感染懦羅病毒搞不好 就是因為你們用腳踩 是嗎 我工程師妹妹感染懦羅病毒 是不是就是小喬他媽踩 廁所的案件 欸可是我記得那天討論其實五五波欸 所以我才很驚訝 就是說那個設計其實會導致有 就是大家使用的那個方式真的是不太一樣 所以誰還用腳踩的 我其實也忘記了 但我記得就是 好像有幾個人 對對對 就是會有副意 就一開始本來說有人用腳踩 然後會有另外一派人突然嚇到 怎麼可能 你太噁了吧 然後另外一派人就說 可是我也用腳踩啊 然後下一個話題就出現了 欸那你們如果要再遇到馬桶 然後要把馬桶蓋掀起來 你們會用手還是用腳掀 然後砰 五五波 對 這又是另外一個五五波了 我當下真的是 我當下是聽居多啦 因為我也是被嚇到了 但OK啦 我覺得是個學習 我後來都會隔著衛生紙去按那個按鈕 但我其實也都會隔著衛生紙按欸 你不要再說了 你就是用腳踩 你就是用腳踩 你說你用前腳背還隔衛生紙嗎 因為我的那個姿勢 只有在一個特定的高度可以 超過那個高度我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就會拿一張衛生紙 然後去按那個 喔 所以你大部分是用前腳背踢它 對對對 因為我的其實就是一個潔癖 就是最高中指 就是不能碰到 直接碰到手 好啦 我覺得下次石膏可以示範一下 你怎麼用前腳背 然後再隔著衛生紙 把這個水沖掉 欸可以 我想看一下 其實練了好久了 那個姿勢超不符合倫體工學 好啦OKOK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在聊的時候就發現 欸其實五五波 我們就在想說阿強是哪一派的 看你一開始的沉默 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欸 但說到這個 那再換一個點是說 那你們在外面公共廁所 上廁所好了 嗯 就是你們的屁股會直接接觸 對 就是會直接碰到馬桶的那個 坐墊嗎 我好像會看地方 就是有些地方就是會騰空 然後有些地方就是會碰到 喔 騰空 騰空很好用欸你知道嗎 就是你 騰空怎麼用 怎麼騰空 可是我不確定 男生可不可以 反正就是女生的話 你就 就是只要把那個坐墊掀開 然後你直接騰空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尿 然後你也不會碰到任何東西 你也不會尿出來 喔 因為男生其實 你是一個半蹲的姿勢 喔 可是這樣大號也可以嗎 喔大號就不行 對 那如果討論大號咧 大號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廁所都會有那個 你可以直接清潔那個馬桶做的 所以我就是清潔一輪之後 我就會直接坐下去 喔 喔 那小迪咧 我是比較沒插派欸 就是說不管那個廁所髒不髒 就是當我有這個便衣的時候 我就會拿衛生紙先擦一輪 然後就是 就算它上面有噴了一些水 反正就把它盡量擦乾淨 然後 因為你知道大號的時候 如果你大便太重 掉下去 水花會漸起來嗎 就大家一個小學竅 就是要鋪衛生紙在那個水上 就是小S好像也是有講過這件事情 喔 真的 我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你大便掉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衛生紙會接住那個大便這樣 沒錯 就不會噴水 就不會弄髒 原來是這樣 下次可以試試看 欸我會試試看欸 我會試試看 當然說如果那個馬桶說不能丟衛生紙 那當然還是要注意 對反正就是說 對耶 我就比較 其實大部分的都說 好沒事你去 對對對我就是直接屁股貼著那個 喔 所以你是屁屁貼貼牌 我們恭迎史先生 你來說說看 你怎麼上廁所的 喔我一定是 就是酒精會先 用酒精消毒 然後噴一輪 自備酒精 然後可能噴個 擦個兩三次之後 然後在大的那一刻 我再鋪幾張衛生紙 在幾個施力點上面 喔 鋪一圈 好啦 有時候不會到一圈 就是但就是會在幾個點 就是那種 你可能屁屁會比較 著重碰到的地方 我覺得 但是盡量就是避免 我的屁屁跟這個公共的地方有接觸 你這個行為至少是好的 因為有些人是會直接踩馬桶坐墊 我覺得踩馬桶坐墊其實很危險耶 超沒水準的啊 嗯 就是很危險 我就希望你們摔死耶 那個真的不行 這邊問你們一個問題 欸你們洗澡的時候會邊尿尿嗎 喔這個每個人都會吧 喔每個人都會喔 喔 沒有人不會嗎 喔原來如此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 你本來就是 對啊我連洗澡我還會刷牙耶 就是我所有事都要在洗澡的時候 全部做完 因為我不想要再到其他地方刷牙 對啊 喔因為我只突然想到 以前我在宿舍的一個小故事 就以前我住大一的時候住男生宿舍嘛 然後我們宿舍其實很像監獄 就是它有點很破爛風啦 真的是蠻破爛的 破爛出名的 然後我們洗澡的時候就很像那個 很像去游泳池洗澡你知道嗎 很多間 然後就一人一間 然後淋浴室的 然後因為它下面那個水是流通的 就是它雖然一人一間 可是它其實你可以看到對方的腳踝 就是看到隔壁間的 對然後我就會邊洗澡邊尿尿 然後因為尿尿黃黃的嘛 就會流到隔壁 因為我可能比較第一間 第一間就是有上坡 然後我尿尿就一直流到下 下兩個間 然後大家流水素面一樣 大家就會幹幹這樣 別靠北誰在尿 誰在那邊尿尿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 欸好像蠻好玩的 所以我每次都會尿尿 最後是另外一個狀態 你們都不穿拖鞋嗎 你們是直接刺腳踩喔 大部分要穿拖鞋 所以比較還好 可是因為那個 有時候水很多 你知道會有點小煙水 看到還是會蠻不爽的 像說幹隔壁 飄住那種黃黃的 有時候還會有點咔咔的 對啊好像無可避免啦 好像宿舍就是會有這種 真的就是無可避免 所以還好 因為有時候還是會有大便在那邊飄 就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就還是會亂打便這樣 會有咔咔的東西飄過來 好吧 所以我可能也不算壞 OK 對這個還行 我覺得最壞的還是你們用腳踩 就是 這個真的很壞 好啦我承認這個真的是 蠻不對的一個行為 提問就是假如說 如果現在那個上廁所 是一個全部就是 所有人都是就是 掳控上廁所 你還會用腳踩嗎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嗎 對大家都會看到 喔 我覺得這就有趣囉 這就是 那我就會開始宣揚說 用腳踩這件事 因為這個東西 就有點像是社會 你會被群眾約束嗎 但如果今天 所有人都用腳踩 你反而會覺得用腳踩是對的 所以當大家一起用腳踩 那這個東西 他就是 就用腳踩了 你知道這叫什麼 這叫蟲仲 對啊 所以如果你小時候 就是當那種衛生鼓掌啊 還是什麼 你就會跟大家宣揚說 請你以後上廁所 都要腳踩 都要用腳踩那個 就像我尿尿了 當我開始尿尿以後 然後我旁邊的人也開始尿了 所以也會有黃色的飄過來這樣 對對對 而且有一種感覺是說 像我 因為我知道可以用腳踩 所以我會預期 我本來以為很多人都會用腳踩 所以我就會 自己會覺得那個東西就是很多人都是用踩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 幹我不能輸 我想問一個問題 那請問你在自己的家中 你會用腳踩你家的廁所嗎 自己家裡喔 可是有時候還是會喔 有時候會是一個習慣 我就這樣子練一下 因為有時候要練習那個角度 但我在家因為不會穿鞋子 所以就是有時候比較好用 你媽知道這件事嗎 可能不知道 我要跟你媽講 我要跟你媽講欸 而且我發現有時候用腳踩的機會 我就鎖 就是一個順勢 我就會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 還難面對自己 OK 對啊 這是一個 在我這一層已經覺得有點有趣了 就 欸 好啦 那我覺得這邊就是 丟一個給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大家是什麼派的這樣子 OKOK 有沒有人在公共場所也做過這種東西 對 或者是你有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尿過尿也可以再分享 沒錯 就突然想到一個這個問題 因為我記得當下講完 就是說我們要聊一下 然後因為到了 他們有被斥責嗎 就是有任何人在現場斥責任何人嗎 欸 沒有欸 因為五五博 太多人都做一樣的事 對 我覺得有人當然說因為潔癖 但我覺得那個設計的確 開始也讓人家起疑鬥 就說欸 這設計到底是要用手按還是腳踩 就大家開始有爭論 我知道那種就是 那種鴨蛇的那種 真的會讓人家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至少我很明確的知道 女廁的不是鴨的 喔 什麼意思 女廁的不是鴨蛇的啊 女廁的我記得是 女廁的也是鴨的嗎 我既然上那麼多是廁所 然後我自己也不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自己也要確認一下 我們禮拜一去派一下 我們實地訪查 對啊 因為我記得 女廁就是一般廁所的那種鴨的 就是一個大拇指 一個小耳朵 一個大拇指 然後你鴨的啊 喔是那種 那跟男廁有點不太一樣 你說正中間那種呢 欸我已經完全 我既然我在這個公司 這麼多個月 然後上廁所 每天都會上 我既然想不起來 女廁 算了我決定星期一 還是你都去男廁上 還是你都去別的樓層 欸我真的想不起來 可是我真的記得 我們不是鴨蛇欸 還是你其實都用腳踩啊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我明天拍照給你們看 那我們也去拍男廁的 欸搞不好不一樣喔 嗯好 搞不好 所以搞不好其實是ok的喔 對 所以其實如果是鴨蛇的那種 我覺得我多少人理解 因為我每次也是都會想說 我到底要用腳踩 還是要用手捩 欸鴨蛇到底是什麼啊 鴨蛇啊 幹我要怎麼表示 就是 它就是一片的啊 然後所以就有時候 你是蹲視的時候 它是會 在你的腳 就是蹲視的前面 然後你直接用腳踩的 喔所以有一個槓槓的那個 對對對 可是做事的通常 不會有那個槓槓吧 喔有些做事的也會欸 有些做事它大概會在你馬桶的上面 然後它會有一個那樣按的 然後那時候我有時候 我都會不知道我到底要用腳 還是用手 可是我還是會用手 就是稍微這樣按一下 好像大概知道 有一些好像會欸 幹我們大家有一些認知失調嗎 對啊 所以其實 其實我們剛剛到底在討論東西 完全完全不太理解 不太一樣嗎 馬桶認知都不太一樣 但我們不是那個一個槓槓的 我們是很像一個大耳朵 然後長在右邊 然後在牆壁上 對在牆壁上 黏在牆壁上 好吧 那我們認知發現分歧 所以是我剛剛 罵了一大堆 我們發現其實大家對於設計 對啊 我們禮拜一再來做確認喔 搞不好發現是同一個東西 結果搞不好其實阿強 其實很想踩那個東西 好吧 好吧 那這件事現在是未解之謎 我們沒有答案 因為最後我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在吵的東西是什麼 對對對 你給大家問號 好吧 那就是 只好下一集再揭曉 OK 就沒想到這東西講了半個小時 哇太久了吧 我的情緒完全被影響到我下一個故事 我還能夠 我還能夠 你可以的啦 我還能夠好好說這個故事嗎 你可以的 因為其實大概兩個禮拜了 來 好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有一天我大概洗一點多還12點多回家吧 反正我家的那個構造就是我們有個客廳 然後反正可能往右開門是我房間 然後往左開門是我媽房間 然後前面有一個門是通晚 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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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房 廚房的 然後所以其實廚房離我的房間蠻近的 就是隔一道牆 所以我那時候回我房間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房間怎麼有燒焦味 但我沒有多想 我想說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就是結果沒想到 我好像不知道幹嘛 我一開廚房的時候 哇幹燒焦味超級重 就是重到爆 然後而且因為剛好我廚房那邊 又有一扇紗窗 就是是對面 有對面就是是民宅那樣 然後就是你就想是老公寓 就是大家都鼻子靠很近 然後我就在開始在想說 哇這個燒焦味是不是從那個紗窗傳出來的 我就很緊張 我想說哇操現在大概11點多 就是如果我現在不管這件事的話 那就是我去睡覺 然後半夜就是我們大家全部都被燒死這樣 然後我就一開始內心想很多抉擇 我就想說好 我要打119 所以我就直接打下去 我就直接打119 我就直接打電話過去 然後119就馬上接了嘛 然後我就說喂就是 我現在聞到就是蠻重的燒焦味 然後就是請問我該怎麼辦 然後就是好像就是 我就先報了我的地址什麼什麼的 他就跟我確認一下地址 然後我就說 那我有什麼可以先就是確認一下 因為我怕我誤報 我不太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這件事到底是有火災 還是不是沒有火 還是我自己在瞎搞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我們就是過去確認一下 就不然就是要是 如果發生什麼事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就是 就算是誤報也沒關係 我們就是來這樣 然後就 對然後就超級帥 然後我就想說 哇好帥喔 然後我就掛下電話 然後掛下電話之後 我就一直在那邊看 然後聞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這樣到處晃晃 我就這樣晃晃晃 然後看一下 發現幹他媽的 我媽有一個鍋子 整個被燒爛 是我媽的鍋子被燒爛 所以還在燒嗎 你發現的時候 不是 是他就是已經被焦洗了 但他就被燒爛了 然後那鍋子超臭 然後我心想說 哇操的時候 我已經聽到那個 喔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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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丟臉丟臉丟臉 尷尬尷尬 然後 然後我忘記說 我忘記補中 那時候我剛洗完澡 所以我就是 身上都只有穿睡衣 然後我睡衣現在是短褲 然後我頭髮還濕的 然後就是 我就是整個是一個居家 居家的狀態 就就喔一喔一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操我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問 就在我們一個群組 然後工程師妹妹 就馬上回我 她就說幹 怎麼辦 然後反正她就想報我 想辦法 但就已經沒救了 我裡面就已經嗚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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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我就聽到就是 各式各樣那個消防聲音 然後跟就是按我家門音的聲音 然後我就 那時候大概11點多吧 然後我就穿著整套睡衣頭髮還濕的 然後還蓋著一個毛巾 然後我就把我家門打開 然後就四個 穿著全身裝備的消防員壯漢 就直接進我家 然後我就開始一直道歉 我就說 我就說對不起 就是那個臭味好像來自那個鍋子 就是對不起我真的很抱歉 我剛剛沒有發現就是這個嗎 然後他們就這樣三個人進來 然後就這樣看了一下 就說好像可能真的是這個什麼的 然後我就一直道歉一直道歉 他們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但他們就是還是做了一下 就是我名字的 就是有點類似 就是要知道我的身份 就知道跟我是誰 然後甚至是我一開門 然後我還直接遇到 就是我對面的鄰居 然後我鄰居就看那個四個 就是消防人壯漢衝進我家 然後我就投濕了 然後我就一直道歉 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 對故事就到這邊結束了 喔 哇 直接擺一個烏龍 沒事不要亂打一一就 那在這過程中 你媽在哪裡啊 我媽在睡覺 我媽完全沒有發現發生任何事 對 哇 所以我這樣聽起來理解是 就是他那個鍋子其實已經先被你媽澆洗了 對 然後他只是他可能澆洗完 他就去睡他的腳了 然後但是那個東西持續散發味道出來 超臭 然後 然後你就聞到你以為怎麼了這樣 對 我以為隔壁鄰居不知道騷爛什麼 因為那時候大概洗一點多舌一點多 然後我就是 對然後我就 然後而且重點是就是那個消防員都還蠻帥的 警察也蠻帥的 哈哈哈 然後我就頭髮濕濕的 然後我就在想說我到底在創生笑 欸沒有啦 欸我覺得他們搞不好喜歡你這樣 比較居家一點這樣 我頭髮是不是 我頭髮真的是全濕 然後我頭上掛的浴巾還在板生虎 就是一個黃色的浴巾 欸這真的是一個烏龍欸 我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就是如果 我真的很抱歉 我 欸那當你發現那個鍋子的時候 然後你想說啊 創賽 這個他們已經出動了 然後到他們來這樣多久啊 我跟你講 因為我家附近就是大概在100公尺 還是200公尺內就有一家消防局 所以大概他們來就只花了兩分鐘 哇秒數 然後所以工程師妹妹就跟我講說 欸那你這樣擔心 以後不用擔心 就是以後如果有火災 你不會死 就是因為兩分鐘內就可到 那你後來有把這個故事跟你媽要聊嗎 沒有 我完全忘記跟我媽講這件事了 喔是喔 我只是隔天跟我媽講說 你搞啥 你昨天從 我沒有講衝三小 就是你搞啥 什麼好臭喔 然後我媽說 欸你要知道你媽現在年紀大了 然後這件事就算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媽完全不知道有這一出喔 我媽完全不知道 然後 而且我過幾天 大概隔幾天吧 我還遇到那個對面的鄰居 然後鄰居還問我說 啊你那天誤叫消防局喔 哈哈哈哈 他看在眼裡 他看在眼裡 哎呀小妹妹 那我也想分享一下 其實就是 因為把鍋子燒爛嘛 在我家應該發生可能有 七八九次了 喔 然後呢 所以我聽你講說 心有戚戚焉 我記得我先講 從最近的一次講好了 對我分享一次 最近這個鍋子燒爛的故事 就是因為我家現在搬新家嘛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我就聞到那個味道超臭 就是臭到就是那個焦味 我大概可以理解 阿強剛才在說什麼 然後我想啊一定有東西燒壞 然後我就走去廚房 然後那時候火還沒關喔 東西還在燒 然後我記得可能在熱一個湯吧 但那個湯裡面的肉啊 然後所有已經跟那個鍋子一起黑掉 全黑 跟焦炭一樣 然後火一直狂燒 我想說 哇靠 如果沒人發現 我家應該就燒掉了 而且可能不只是我家 是跟整棟樓都燒掉了 然後呢 我就管來跟我爸講 我爸說 哎呀哎呀 忘記了忘記了 然後我爸就跟我說 欸噓 不要告訴媽媽喔 哇 欸 對這個 這是最近的一次 可是我覺得雖然表面很好笑 可是我覺得那個內心有點心酸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忘記是先從我阿嬤開始的 我阿嬤以前在我舅家的時候 她就常常忘記 以前都是阿嬤在煮飯嘛 然後就是熱東西或什麼 就是想要做點什麼事 可是她真的很常忘記 她就把東西擺在那邊 再去看電視了 然後我阿嬤應該燒過兩三個鍋子吧 我媽可能也燒過一兩個 然後我爸可能也一兩個 而且我爸也把它刷乾淨喔 因為怕被我媽發現 所以他們三個都燒爛鍋子過 但都怕彼此發現 只有我這個秘密 對 我覺得我有點小心酸跟難過 是因為就是真的是他們年紀大了 然後就是 記性真的是很差 可是有想要做點什麼 就是證明自己可能也沒這麼 對啊 這也是很這個鍋子的小故事 我那天好像也是跟我媽討論說 就是我廚房要不要裝警報器啊 其實我覺得論裝警報器不錯欸 欸其實可以欸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不然 他這樣燒著我真的是 真的欸 我看到好多次都是火還在燒欸 我大概抓到三次吧 哈哈哈哈 但我家還沒燒掉很厲害 哈哈哈哈 欸你很厲害欸 其實蠻多火警就是這樣發生 對啊 就完全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媽真的也是燒過東西燒很多次 而且尤其是因為 就是那個廚房門只要一關 他就也不會有味道 然後所以就是你也搞不太清楚 現在在幹嘛 然後那個東西就一直在那裡 自己這樣燒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在我家 就已經衍生出一條規定了 就是有在廚房火是開著人就不能離開 哦 因為我以前也就是我本人也犯過一樣的錯 就是我在燒開水 然後燒一燒我可能想說我來工作一下 然後有時候寫成是你時間就忘了 然後那桶水就燒乾了 哇 然後我就被臭罵罵到爆 所以後來我在燒水的時候 我都要坐在旁邊滑收機 哈哈哈哈 我要看著那個水燒完我才能走 可是重點是你們家有這個人 就是大家都遵守這個規定 你們是一個非常有紀律的家庭 哦因為沒辦法 就是對啊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情是危險的 就是因為那一次我也嚇到 我想說哇哇 這個燒乾 然後我看到鍋子已經變紅色的 就那個底部是在紅的 很可怕 很可怕 就是跟鐵 就是鐵燒紅了 因為我媽也知道這件事 所以那一次我也嚇到 我想說哇我要去了 所以我後來就超怕的 可是我媽就是她還是會繼續這樣做 就是她還是會離開現場 所以其實你們有 大家都有遵守這個規定 你們家是一個非常有紀律的家庭 很怕 我這燒起來 我覺得自己家裡燒掉就算 你燒到別人家 這配不完 而且剛好都是還好有看到 我覺得真的沒看到 哇這個後果很難想像 你到底抓到三次到底是怎樣 就是每次抓到都不同人 因為我都會聞到臭味 剛好我都會在家 我覺得可能上天還沒有想要 讓我無家可歸 這倒是 我看到就哇 黑成那個樣子 哇又一個鍋子去了 然後你爸又把他刷乾淨 最近一次我還幫他刷 他說不要 千萬不要跟你媽媽講 我說好好好 我媽應該不會聽我節目吧 真的不能講 因為我媽會很擔心很多 但我必須說這東西真的超危險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解決這件事 要嘛就是放一個計時器 然後不然就是 你就得要在那邊待著 可是小迪你覺得你家 如果有這個規定 就是說要在那裡待著 你覺得會有人遵守嗎 那個第一個不遵守就是我 你知道嗎 我最喜歡就是在那邊下廚 煮水餃煮麵 然後那個東西 我冷一定要離開現場 對就是有你們這種人 我真的很喜歡在那邊多工的 蠻討厭等待的 但我都會想說 我都會記得 我一定兩三分鐘會回去看一次 回去看一次 這最危險的 這最危險的 因為是有食物的啊 是有食物 所以小迪是不會忘記食物的啦 你這麼說也是啊 對就是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不是說規定就可以 因為我媽媽就是煮一煮 那可能真的要去拿個什麼東西 然後她就忘記了 就忘記了 真的會忘記耶 所以雖然有規定 可是他們是因為忘記啊 他們可能連規定也一起忘記 對對對 真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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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你們 所有人可以遵守這件事非常的利 對啊 哎呦 啊怎麼樣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有看過硬套小丸子嗎 這是什麼意思 沒事啊 勇哲的小帽子 沒事沒事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哈哈哈哈 你突然戴勇哲的小帽子幹嘛 走很久了 你前面在那邊折半天 不知道勇哲家也有火災過啊 我只是突然想到他 哈哈哈哈 而且他那個帽子都超小 就是他尖尖的頭 然後勇哲的家是不是被燒光了 對啊對啊 但是還是沒有解法啊 所以就是到底該怎麼辦 解法就是真的不能離開那邊 你們要強迫自己 不能離開那邊 沒有沒有 火災警報器啊 就是那個 你們剛才有提到 哦 一定會有人離開啊 對啊 一定有人忘記啊 所以就是讓他燒起來 然後再去 至少有 反正有一個警報器 對 那至少一定會有人來救火 你家是新裝 我新家 你沒有裝警報器嗎 反正就我覺得還沒到那個程度啦 還沒到那個程度 哦 那個才會引起大噪 不然你其實一個火在那邊燒鍋子 大不了那鍋子就是把瓦斯 因為你燒完 然後就是變成一個 就是紅紅的鍋子而已 對 他好像最嚴重的是 你如果任何原因把火用洗了 對對對 就變氣爆了 幹 如果有人突然 噗 點個大火 所以這件事其實好像最危險的 其實是引發氣爆 但可以說 新家通常都會有這個 火災警報器 跟那個瓦斯警報 就是通常都會有 就是必備的 嗯 對 如果你是新買的話 對 但比較舊一點的 可能就不見得有 對 所以可以考慮撞一下 我們的就沒有 對啊 所以好像 瓦斯警報是必須的 幹 我覺得瓦斯警報真的很可怕 我就需要瓦斯警報欸 我覺得需要欸 對 因為如果 尤其家裡有長輩或什麼 哇 我看到好多次 我每次都會覺得 哇 好像我阿嬤燒開水 也是按計時器 蛤 所以我們就回阿嬤家的時候 都會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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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因為他被規定要按計時器 你阿嬤也非常有紀律欸 因為要是我是你阿嬤 我不會遵守啊 就是有時 欸我都這麼老了 還有人叫我要按計時器 我他媽不按 對啊 你要燒你就是得按 你們現在是一個 非常有紀律的家庭欸 防範未然 欸 我好經驗喔 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的家庭塑造 其實那個家庭風格 都不太一樣欸 所以造就了不同的孩子 可是為什麼這個孩子 會就是去踩人家嗎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可能是欸 在外面遇到壞朋友 學壞了 好啦 欸在這邊 也要跟阿強的孫子 先說一聲 欸如果以後 你跟你阿嬤說 你要按那個計時器 你阿嬤會這樣回你 我他媽就是不按 哈哈哈哈 我剛剛已經聽到答案了 欸我覺得是欸 他媽不按啊 因為他媽就是這樣子啊 對啊 我就是不按 對我媽就是這樣 你媽就是這樣 所以你也會是這樣 欸不是 就是 我跟他講 如果要計時器 他也會忘記按計時器欸 對 他應該就會遵守幾次 然後他就會忘記這件事 不會不會 你遵守幾次 你就會記得了 或者是你真的有一次 差點釀神打 或怕到 可能就會記得了 但當然不希望 那種事情發生啦 可能不一定喔 我家已經發生過好多次了 每個人都跟我說 欸不要跟別人講 哈哈哈哈 不要跟你媽媽講 哈哈哈哈 欸你們都好頑強啊 哇這就是 我家被罵幾次 好像沒有人敢這樣子做 小迪 家庭也是另外一個風格欸 就是 我覺得他們是 真的記性不好了 嗯 我就怕被罵 因為你看像你爸媽 還會說 就是不要跟另外一個人 啊我媽直接沒有要管 我媽就是也沒有說 不要讓你爸知道 還是什麼 燒爛就是燒爛 就在那 我就睡我的了 對 然後 他媽就是開啟那個房門 就想說 哇隔壁在燒東西啊 我要舉報他這樣 其實每個人家庭風格都很不一樣 其實是欸 其實是 你們家事情蠻多的 蠻有趣的 但是至少 小迪跟我的家庭 我們都教育 除了小孩 就是在外面 我們會好好的 用手 踩那個馬桶 哈哈哈哈 我摸不 哈哈哈哈 OK 我們禮拜一 我跟社會大眾道歉 我禮拜一先見真章 我們再來 再來說 先確認一下 我們爭論的那個 原點到底是什麼 因為現在都還沒辦法 欸搞不好跟真的長不一樣啊 欸對啊 好吧 算了 這不管結論怎麼樣 反正到底怎麼樣 我能踩我都會踩 我就直接說了吧 很抱歉 哈哈哈哈 那目前好像 目前就是我跟小迪的生活 都告一個段落 阿斯高 你這週過得怎麼樣啊 這禮拜 我有一天就去點招啊 就是去叫招一日遊 對 然後我覺得整體來說 嗯 蠻精實的 就一直在上課搬東西 然後哇 就是滿滿的課程啊 對 然後總而言之就是說 隔天來公司 我沒有 我那天其實下午 我就回到公司了 嗯 對 然後就大家看到 我都覺得 欸那你還好嗎 對 老實說我好像 我都回答不出來欸 我到底好還是不好 因為就是說 我覺得痛苦是比較而來的 就是說你五天比上一天 那當然一天很好 可是一天比上外面的生活 那好像外面的生活比較好 嗯 就連一天我好像都沒有辦法忍受 真的假的 哇 對啊 哇 所以我 我不知道欸 哇 我覺得我 雖然這樣子好貪婪喔 我也有點 不該這樣子講 但是我好不喜歡 我好不喜歡在裡面 是否 是因為你在裡面 不能穿短褲 是否 這可能也是 因為那天 就是思考回來 我都很驚嘆 哇他竟然穿長褲欸 嗯 這個長褲好久不見喔 就是 喂 你怎麼會穿長褲 他就說 你在點召的時候 你不能穿長褲 就是你會被迫要換 這是規定 對 點召可以穿長褲還是短褲 沒有你進去軍營就不能穿短褲 是喔 對 他就是在一開始的那個說明書上面就有寫 所以我那時候 我看到了 我那時候其實有 大概5050吧 我50%覺得有差嗎 我就要穿短褲 但另外50%又覺得 好吧 既然他都這樣寫了 我好像遵守一下 所以最後我還是決定遵守 哦 對 那好險有遵守 因為去如果你穿短褲 會直接被強迫換迷彩褲 哦 呵呵呵 對 我好險 欸 那那個迷彩褲是乾淨的嗎 欸 一定是之前有人穿過的啊 對啊 而且那邊的 那天戴的所有的膠盔啊 然後什麼衣服 其實也都是前一天的人留下來的 因為 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他也叫我們 欸你們今天用完 要把它折好 明天的人會繼續用 所以我可以想像 那天到禮拜五 那個膠盔包會有多臭 裡面都是汗 欸 那這種時候你就可以承受了嗎 你說承受嗎 哦 這是不得已啊 對啊 這沒辦法 其實當兵那一年 你就是在挑戰自己 哦 但是我覺得我的適應能力蠻好 今天如果沒得選擇 我還是會過得很好 像那時候迷彩服 我記得我最高紀錄吧 我跟我同梯 就是在那邊想說 哦 好髒哦好髒哦 所以我們迷彩服 好像最高紀錄有三個月沒洗 哇 蛤 為什麼 就是每天穿的那件迷彩服 蛤 因為你就覺得 哇 我就讓它髒到底吧 欸你沒洗 哦 那我也不洗 欸來啊 我們來比啊 看來都不要洗啊 因為換內衣就好啦 裡面還會再穿一件吧 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你就會流汗了 因為冬天嘛 然後但是 沒有 冬天比較好一點 對 但是還是偏髒 因為以正常人的邏輯 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對啊不合理啊 但是在裡面 你就會講說 哦 fuck it 算了 那在裡面你踩廁所 你是用踩的 還是你是用暗的 欸 踩的 因為那個一定不能用踩的 在裡面都是 就是敦式的 所以他一定要用踩的 哇 那真的是對你來說 一個精緻男孩 是一個 就是精神上的打擊 欸 我覺得也不算打擊啦 就是 精緻精緻男孩 就是 我覺得我這個人蠻奴的 所以我覺得 我到哪一個環境 往往都還是可以找到 自己的一個生存的 生存之道 所以好像也不至於 不至於會怎麼樣 但今天有選擇的話 我就 我還是 那面會比較一下外面 然後你就看到外面 啊 還是有差 你一進去之後 那個整個氛圍 然後你跟大家一起生活 然後你所有東西 都要按表操課 然後做一些 你不知道為什麼要做 這件事的事的時候 你心裡就會開始有點 這個 哇 就有點浪費時間啊 可是你都沒有感覺到放鬆嗎 就比如說 你不用再弄你的腦啊 然後就是有一段 完全沒有耶 因為我那時候中午可以玩手機嘛 然後跟結束玩手機 那手機一打開 那訊息大概幾百個訊息 就是每個人都會 哇 我覺得有一種狀態也是因為可能 因為你的工作其實持續在進行 哇 所以你在裡面你只是會 你也沒有真的躲掉什麼 所以等於是你平常本來那段時間 就是哇 那如果是14天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 哇14天我不知道耶 我可能會 可是你這樣就可以完整的逃避工作耶 14天 我不知道耶 那14天回來會是怎麼樣呢 對 回來還是要接啊 好吧 表示明白 難以理解 可能真的要喜歡上當兵 可能我不知道 我真的無法衡量這件事情 但總之我還是滿喜歡自由的 我記得那天史高一回來 然後大家跟他打招呼嘛 我記得好像回來前吧 他就說你要不要吃麥當勞 我說好啊 反正他都要買了 我就順便也請他幫我買一下 然後回來以後 他就買爆吃爆 然後我就說 欸 他裡面不是有吃東西 他說嗯 我在裡面有吃嗎 嗯 可能有 但那可能不算東西 所以麥當勞吃超多的 然後我第一次看他這麼餓耶 就他之前好像吃東西 不會這麼狼昏虎厭 哇 他那天吃爆 所以裡面的東西是怎麼樣 就是國軍的食物 國軍的味道 你吃下去有太多 哇 這就是熟悉的味道 那個鐵盤這樣 哇 哇 吃東西 哇 這個米心 哇 這是燉飯吧 米心沒熟 以碗就孔 可能沒比較沒傷害 所以我覺得 對啊 我不會說進去不開心 我開心 但我也不會 就是 對 那就是一個 對 你突然轉換了一下心理狀態 我突然好奇一下 就假設說 如果說現在你有兩個社會形態 你可以選擇 一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你終生終世是一條狗 然後就是你就是要一直在賺錢 一直養家 然後一直賺錢 然後支撐 但是你可以買這些麵包 不知道什麼 反正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另外一個是完美的共產主義 就是你就是 國家分派給你工作 然後你就是做這樣 然後你就是有定時定量的狀態 不是現在的共產主義 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你會想要選擇哪一個 我覺得我好像很在意一件事情 那東西叫做自由 就是我能不能有自己的意志決定 我想要幹嘛 然後或者是有沒有 可以有一個移動空間 然後怎麼樣的 所以我覺得好像只要滿足這件事情 你不管怎麼樣 往往都可以接受 可是論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 我們真的有自己真正的自由嗎 還是這個自由是我們可以操控的嗎 自由 我覺得可能是相對的 因為你如果在 我就拿軍營來比較好了 你在軍營裡面你也可以在裡面走路 你也可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要大便 但是你好像就會被一個框架限制住 但那種感覺會一直讓我很不舒服 可是其實在軍營裡面 你是不是也可以就是進行 就是那種文字小說的那種創作嗎 沒有這回事 在軍營裡就是部隊生活 部隊生活就是你每一個時間點 要做什麼事 你就是要做什麼事 案表操課啦 對比較不喜歡的就是 好像叫案表操課這件事 就我沒有辦法掌握自己的時間 然後我沒有辦法就是決定我要幹嘛 因為假設喔 假設今天公司 假設我們現在在的公司 也是這種軍事化管理 就什麼時間點 大家一定要幹嘛 然後所有人要集合 然後你要等 然後要集合 我可能也沒辦法接受 就我好像是不喜歡這種被限制的感覺 那想要帶出 想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自己人生做的每一個抉擇 是可以改變你人生嗎 還是你是相信命運論 就是其實就是 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其實都已經被決定了 你只是在跟著這個齒輪走 嗯 欸小滴怎麼看 哦 那分享一個最近的一個新的想法 嗯 我覺得如果你剛剛說 好吧 我先講我最近的想法好了 嗯 就我最近看的那個非常律師 然後我就覺得哇 反正蠻好看的 被感動了 你知道我最近那個自由的心 越來越跑出來了 哦 就是我之前可能 就是感覺把自己禁錮在一個地方 雖然我是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面 但我好像 這樣為了很多人而活 而活要做了很多事情這樣 嗯 然後我就那個自由的心 然後內心的審視 然後那個自我越來越跑出來 嗯 然後我突然有個想法 欸我想去報考諮商心理師 哦 哇 全新想法 對 但這應該說一直都是我一個人生理想 跟夢想 嗯 就沒有說一定要幾歲才可以做到 因為我研究所不是念這個組的 所以已經 你要再去考 你其實還要再念一次那個組 然後還要實習 就其實是一個 真的是幾年的過程 嗯 但我覺得好像還 真的還蠻感興趣的 嗯 所以我就開始想要 看什麼時候推真啊 然後什麼的 搞不好可以送一些研究計畫 哦 如果真的上了 那再說 哦 對 然後我就想 欸其實 所以回應到阿強剛才說的 就是 應該是自己還是可以選擇的吧 就是你剛才 忘記講到哪一派 嗯 命運 就是自己的選擇可以改變一些 哦 對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我是偏這個 這個類型 所以有點算是你自己 你覺得你自己的 每一個小選擇會走向 就是你還是可以操控自己的命運 因為其實有一些人可能是會覺得說 啊 就是你現在會走上 這張心理 就是其實也是 就是別人幫你走好 就其實 對 你的身無需努力 你就是繼續這樣走下去 對 我的話可能就比較不是那個樣子 其實有時候會很 論每一個的選擇都會感覺很玄耶 或者是是緣分的那種 嗯 就是如果假如沒有這個的話 那你就不會有下一個 那就不會有下一個 那這整個到底是誰在操盤 這個到底是自己的抉擇 還是是 啊我懂 因為有時候也不是只是你自己的抉擇 你就走到了下一步啊 好像可以理解 嗯 這好像回歸到前幾集有講到 就點點就立起來了 不是點點就連起來了 點點連起來了 就是因為我本來念心理師 是想當諮商師 可是後來就覺得 欸工商好像 那個教授跟我說 念工商可以賺很多錢 我就被他迷惑了 然後所以我就放棄了 考諮商所 然後工商先 那我現在又回到諮商了 就是欸 其實我也不知道欸 就是嗯 冥冥之中 嗯 所以欸 可是你說了冥冥之中 就這樣代表 就是其實冥冥之中 有一個看不見的手 在操控你的人生 是這樣嗎 對 但我感覺那個手 感覺是比較內心的力量 就是我可能 我的自我 跟我想要的東西 跟我的性格 我的特質 一直把我引導到那個方向 可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是比較是自我發出來的 因為我沒有受到任何的脅迫嘛 因為我身邊的人 其實就是沒什麼在念書的 然後我家人也沒有在 特別在做什麼的 都沒有要求我要幹嘛 嗯 所以我就是一個 對 嗯 我覺得可能偏內心的 聲音 喔 很有趣 那石膏怎麼看 看你眉頭深索 喔 我覺得這一題 問的蠻好的 而且我 我好像 最近有真的 就是我認真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可以很明確的回答 我的想法是什麼 快點來吧 就我會覺得 其實是各占一半耶 而且我甚至是 我會相信說 每一個人可能會有一些 自己的機運跟命運 然後那個命運 也許會讓你的人生 有點像一個樹狀圖 嗯 你可能會在 每個時間點 大概就是 大概就你一輩子 可能會發生的 各種類型的排列組合 也許都在這上面 嗯 對 但是這些排列組合 可能終究就是 像你在走地圖一樣 會有好的有壞的 嗯 對 那你可能有可能 你會一直連連看 連到最好的 但是你的最好 有可能跟 郭泰銘版的最好 是完全不一樣的 嗯 對 所以它某種程度上是 每一個人 他還是會有一個 極限在那邊 就是比如說 我們若以金錢來講 假設這個人 一輩子只能賺到 三千萬 但有些人一輩子 可能賺到三億 嗯 對 但我覺得這東西 也許無法改變 但是有些人 可能在三千萬 他那個路線 還是會走得很開心 很漂亮 嗯嗯嗯嗯嗯 對 所以我是 我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也覺得 一半一半 就是我覺得 自己還是要很努力的 去走 但是有時候 東西是 強求不來的 或者是他就是你 你就是不用在 好高霧遠什麼 你就是好好走你的路 然後過得開心一點 就好了 哦 對 所以我自己 最近的理解 是這樣子 哦 哦 對 所以這樣你會覺得 啊 那好像也不用 在強求什麼了 嘿 哦 原來是這樣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 要努力的走好 自己的人生嗎 對對對 但是有些東西 你不會拿到的 你就不用在那邊 一直要拿到啊 哦 就是說 但你還是 就有點像是 好 我今天只能賺一千萬好了 那我就賺一千萬 我就開心賺一千萬 但你不用想 哦 我要怎麼一千萬 變成三億 哦 不要執著 對 不要執著 放假執念 沒錯 對 但是你還是可以 把你的人生路線 過得很開心 哦 對 所以就好好走 自己的人生該走的事嘛 哎 那你們二十歲的時候 覺得是什麼 什麼 什麼論 哦 我覺得反而更年輕一點 你會很那個 就是你會覺得 人定勝天的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 我好像只要努力做什麼 我就一定可以達到 我的目標 而且我的目標很大 很遠 哦 然後所以我要 勇往直前的衝 對 但是可能有時候 我覺得年紀大了 也許也是因為 你也沒有達到這些目標 所以你開始 也許是安慰自己 我也不太確定 但就是你會覺得 哎 好像也不用這麼執著了 但就是好像 你又會回歸到最小 你在講 哎 那你到底平常 開心或者是不開心的事情 是什麼 你就開始會衡量 這些關係啊 然後跟你 擁有什麼 或失去什麼 所以反而比較 收斂一點 哎 我之前有一個 那個什麼 就是我自己的 神秘論點 就是我在想說 因為在20歲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自己是 人生最特別的人 然後可以做出什麼 很屌的事 然後可是就到30歲的時候 就會發現自己 沒有辦法改變世界 於是就會決定生下小孩 因為至少你可以改變你的小孩 哦 哦 哎 哦 所以然後 你的人生重心 其實就會轉向小孩了 然後你就會開始 為小孩而活 就是我 我覺得這是歪理 可是我某方面 我覺得 我某方面 又好像有點相信這件事 那你會執行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是覺得 看來好像蠻多人 就是至少你會把 因為你對世界失望了 然後你 什麼先天下 什麼家庭 就是一個小世界 然後所以就是其實 至少你的小孩 你是這樣看著他一路成長 然後 其實你這樣生命又有使命了 嗯 哦 對嗎 是嗎 就是至少 哎 你說這句話我蠻有感覺的 嗯 你要賺的錢 你就是為了小孩而賺啊 你不是在為了自己的宏圖大志 然後什麼 他就可以繼續延續你生命的意義 是這樣嗎 小滴 你怎麼看 哦 對 我最近看一部劇啊 裡面就有講到一句話 他好像是一個 應該感覺 應該是50歲 50多歲的一個爸爸了 他講了一句話 哇 就是雖然很簡短 但我記在心裡 他說 啊 我人活到這個年紀了 嗯 就是 其實小孩就是我人生的成績單了 嗯 就是哇 欸 這句話 很深 對啊 就是說小孩的一個表現 他好不好 其實都是爸媽 的這個一個成績的一個表現了 在他那個年紀的時候 對啊 所以你剛才講這句話 哦 其實蠻有感覺 我覺得某方面對 可是某方面 其實對於小孩又是一個 很沉重的勒索 嗯 對啊 我覺得父母把希望寄託在小孩身上這件事很可怕 因為就是他會希望沒有發生自己沒有發生或者是自己不能成真的事就會發生在你身上 然後而且甚至有時候小孩會變成有點像是虛榮品 就比如說你這樣會讓我很丟臉欸或者什麼什麼的 嗯 就是我有聽到蠻多的意思就是你做什麼什麼會讓我丟臉欸 什麼這樣我要怎麼跟親戚交代還什麼什麼的 嗯 然後我就會覺得這樣其實蠻可怕的 蠻可怕的 可是某方面也不能怪他 因為他就是把他人生的所有希望都灌注在你身上了 哇 很多個名下 嗯 對啊 無法寄討 啊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噴到這邊啊是因為啊因為20歲自己會很想要努力生活 然後30歲 哦所以是說生了是要30歲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啊沒有辦法改變世界是這樣嗎 就是 哦我覺得不是欸反而你認清了一些事情就是有時候好像也不是說你一直覺得想要改變 或者是你一直想要得到什麼就真的得得到 或者是那東西真的重要嗎 對就是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你年紀大應該是說你年紀大了你會開始會失去一些東西吧 哦就會失去健康嗎 健康或是你身邊的人啊什麼就會開始慢慢消失 那等你消失你就會發現欸那就是我好像更在意他們 或者是我更在意什麼事 原來我我其實更在意的是我身邊的人我家人過得好不好啊或怎麼樣 哦好像不是 哦不是就是追求的 不是成一個搖滾巨星而已這樣哦 對反而就是你會開始衡量因為你太多失去太多東西了 所以也不是妥協 因為我一直都會以一種很負面的情感來看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這莫非是對社會的一種妥協 哦我回想起20歲啊我覺得 在20歲20多歲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的生命還很長 我就想要長大我想要變得更好 你一直在往上衝就是你不會害怕或是擔心說你的時間流逝了 因為你知道你其實還有很多年很後面的這個時間 對但我覺得真的也是過三以後 你會開始就像斯高說的你會開始在意說欸其實時間是有限的時間一直倒數著 然後你會發現說你其實更在意的這些東西人事物 那你有沒有好好的花時間去去做呢 還是怎麼樣的 就是好像不像年輕的時候你可以蹲的很低然後很苦 然後就為了想要得到一些什麼 因為你不會覺得時間要走完了 對我覺得好像也有這個差別 有一種就不用你在20歲你不用計較 你不會想到後果怎麼樣一切都是往前衝 但現在你會在意後果 因為你知道所有東西他都是會要犧牲一些什麼換來的 對 哇 哦 拔號當鋪 拔號當鋪 趕瑞不准突然脾氣杜德偉 趕瑞你知道哇 我知道 好像還有什麼天心是不是 對對對 趕瑞 這不劇嗎 認真思索然後你突然給我獎勵拔號當鋪 因為我其實忘記他在演什麼但我記得他是說 你想要什麼你其實就要拿東西去換 就是當鋪的概念 這也是鋼織店金書師的概念 所以是變得撒脫嗎 可能我覺得你要說妥協我覺得也是 但是可能是跟自己妥協了 哦 對不是跟社會妥協 有人是不跟自己妥協的嗎 我覺得是啊我覺得還是很多人很厲害他可以 還是很堅持什麼然後一直往上衝 然後最後他可能最後已經是30歲40歲50歲 他得到他終於要的那個東西 那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棒的狀態 但其實就是每個人要的東西不一樣 對啊對啊 但每個人可能在一些時間點的體悟啊 然後跟他的生活背景本來就不一樣了 所以對啊 幾歲成功這件事或是成功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都不一樣 嗯沒錯 的確 自己爽就好 的確是 開心就好 成功的聽 真的是不一樣 尤其是論現在因為社群媒體 大家又會讓大家對於成功的某種印象很鮮明 所以就是當你沒有落入那個框架之中的話 所以我們常常會交流這方面 就到底我們在意什麼 然後到底我們為什麼會走到這一塊 然後到底我們未來想要怎麼走 其實蠻多都一直去思考的 那你們會問自己什麼樣的問題啊 就如果我想要自己思索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應該要想哪些問題啊 哦我最常可能問自己吧 對啊或者是就是小迪可能也會問我 就是誒那你現在怎麼樣 你快樂嗎 嗯 那你會怎麼去描述這個狀態啊 就是比如說我快樂嗎 我可能可能有時候我就跟小迪講說 誒幹我不知道我現在就覺得好糟 我就是會試著去講出我到底在不舒服什麼 你心裡會有一個不舒服的感覺 嗯 對然後你知道那種感覺不對 這東西再下去好像會會吃了你 對我覺得交流是一塊然後我自從可能 應該一年多前吧兩年前我開始做一個練習 我就蠻有幫助的推薦給大家 就是說當你當下有情緒的時候 你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我有一個小筆記本裡面記錄著我各種情緒 因為情緒通常是 情緒通常有比較高的比較低的嘛 低的可能是憂鬱啊不開心 高的可能是也許是生氣很開心 我會把它寫下來 哦 然後我就會知道說哪些事情讓我開心 哪些事情讓我不爽 哪些事情我在意 這個很有趣 我就已經找到一個公司了 對對對 我後來其實不寫了 因為我大概知道了 就例如說每次可能跟朋友一起玩啊 然後聚會 然後大家分享著彼此這樣 其實我是喜歡這個的 可是我會覺得我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 就是跟朋友相處 那這一塊是不是很可惜 然後或是說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去澎湖玩吧 那時候工作壓力好大喔 然後就只是騎著摩托車 然後看著那個陽光 其實什麼時候沒做 我記得我們是要騎到一個目的地 然後我記得那個當下我是很開心的 哇其實陽光很美 然後沙灘海風 其實我喜歡這個狀態 我就把它寫下來這樣 好棒耶 這很有趣耶 我也想要試試看 就是那個情緒有激動的時候把它記下來 我覺得這某方面也像是就是上一集 對上一集阿會說認識自己耶 對對對對對 是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過了就忘了 就不知道自己的情緒波動是為了什麼的情緒波動 對然後當我不喜歡的點就是 可能例如說我可能就是為了要處理一些事情 我必須去傷害別人之類的 會覺得說哇我幹嘛當這筷子手 我覺得正面一點會問自己快不快樂 然後我自己反面會問說那你會不會後悔 就是會問我自己做這件事會不會後悔 那如果我發現其實我現在都在做我其實未來會後悔的事 那何必呢 可是要怎麼知道自己會不會後悔阿 那那就回到上一題是你在意什麼 我舉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就是說 好也許我們真的照一種某種生活方式 那我可能會因為這樣沒有陪到家人 然後也許某一天家人就這樣離開了 那你就這樣這段時間是空白的 那我心裡會覺得幹超幹 太歐了吧 我竟然用這東西去換這段空白 對所以我就會類似這樣比較 你心裡會就開始衡量出那我在意的其實是什麼 我記得我們有時候會聊一個話題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隔屁了 例如說我們在下面相見 你會說什麼 然後我記得我們兩個恨意都好像滿深的 其實我聊過這個耶 就是我跟別人聊過 可是我都會是一片空白耶 就是我完全沒有辦法 就是我當下我好像現在死了 我好像就可以死 就是我不知道耶 就是我好像不會有什麼隱憾還是什麼 因為我就會覺得好像就是死 然後我也不會想說 我有什麼事做不了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個狀態是 我不夠了解自己還是怎麼 還是我腦中就什麼都沒有 但是因為我真的 我不會有什麼隱憾說 我什麼事沒做耶 然後什麼我沒有跟怎樣講 或者是說 也許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都是你現在想做的事 所以你會覺得說 欸我其實都有在我的ontrack 我的人生的軌道其實是我喜歡的 好像沒有啊 就是我覺得我也好像很多事都沒有做到 就不對 可是好像我都會 會不知道自己在懊悔什麼 或者是在什麼 就是會很難把那個 還是就是認識自己認識的不夠深 我覺得可能還沒認識得到太深耶 我覺得可能是 記錄自己人生的喜怒哀樂開始 因為有時候其實我有時候 會覺得我跟我自己的那個肉體很分離耶 就我零肉分離 好沒事這就是我一瞬間的一個 哦對啊但我覺得沒事耶 反正我覺得我在你這個年紀 就一模一樣的狀態 哦 對 反而是這一兩年好像有比較多的 這樣子的思考 對 然後我記得每次跟小迪說 欸媽媽我如果明天就死掉 幹我們應該會互笑吧 欸你死了 哈哈你死了 哈哈哈哈 你怎麼在這邊 白癡喔 怎麼死了 明天就死掉 那你要做什麼 就是你會後悔的第一件事是啥 現在不是在加班嗎 要加班我應該就電腦和尚 我就走了 但現在是在錄pockets 所以 哈哈哈哈 OKOKOK OK是我開心的事 好吧好吧 好吧 好吧好吧 我應該會先從小迪的就是 紀錄自己的喜怒哀樂開始 哇那可能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我記得一陣子還蠻好玩的 欸什麼很多憤怒 比如說像是剛剛那個 我就要記下來就是 當我得知別人會踩那個馬桶的時候 我要拿一支筆 我現在好不容易終於消失了 對啊這件事就可以分析很多東西嘛 就是你在意什麼 然後跟以及你的行為 其實不只是你對你自己嘛 你以為對他人的行為 而產生了一些 你的憤慨跟 其實你的正義感啊 你的使命 然後各種 對啊 每件事有蠻多可以 不同關你去看 不然找不到紙 當別人用腳踩馬桶 還認真紀錄耶 的那個手把的時候 我感到非常憤怒 對你可以把那個情緒寫下來 氣死我了 那你要低高低高 怎麼一群沒水準的人 等一下啊你剛剛要說什麼 你自己對於命運呢 你覺得命運這件事情 喔我覺得我論現在這個狀態 這個年紀的你跟你現在的 遭遇到的事情來說 我就是覺得 還是你反而是覺得 我只要努力 我就可以衝破這個世界 我現在70%覺得是 只要努力 就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然後30%是覺得 哇幹這個命運 實在是很玄耶 我該怎麼辦 對對對 就是會有一種 欸我好像沒有辦法控制 自己就是 該走到哪一步 因為對啊 就是會覺得 哇因為就是每次要推算 現在發生什麼事 你就會推算 其實是很多機緣巧合 才會發生 這件事耶 所以我就覺得 冥冥之中很變態 然後另外一方面又爆 嗯 就是大概70%覺得 只要有努力 人生就有選擇可言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這種話也是就是 是有享受一些社會利益下 你才能講說 就是只要努力 才可以有選擇 就是這麼講 就是是一種 沒錯 對你是在某個階層底下 你才可以這樣講 所以就是我覺得 對 大概是這樣 嗯 其實選擇30%命運 嗯 然後再解看五年後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這比例還不錯吧 我覺得聽起來蠻好的 還蠻不錯的 我是5050啦 那小迪咧 嗯 小迪相信心靈的力量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小迪耶 其實我 我覺得我相信 相信選擇更多耶 就是相信自己吧 就是我 我雖然 我可能有90吧 哇 喔 的確是耶 那是心靈的力量 對 因為我就蠻喜歡做夢的嘛 就什麼都想要做一點 然後我就說欸 對對對 創些什麼之類的 的確是 你的確是這樣的人 但我不會太逼迫自己啊 我不會這麼執著的 我一定要成功 然後沒成功 我就覺得很丟臉很失敗 我倒不會 但就是喜歡 你就是報紙的什麼東西 都試著一點耶 然後就會 對 就是一個 其實那個心理狀態很妙 對 但不見得是真的 超級去實踐 因為我不會太逼迫自己這樣 大概是這樣 喔 的確是耶 有趣 有趣 有意思 那小姨怎麼開始吃口腔糖來了 被發現了 哈哈哈 你為什麼突然吃口腔糖啊 那個清潔口腔啊 不是啊 你現在又沒有任何人要聞到你的口腔味 芬芳啊 就是覺得神清氣爽啊 這叫心靈的力量 心靈決定叫他吃口腔糖 神清氣爽啊 我們就會聊得更好啊 喔 喔 喔 對 舒服舒服 覺得舒服 也是突然就不知道什麼 往這邊走了 從思考的教招開始 其實要謝謝教招耶 教招給了大家蠻多體悟的 但我覺得是耶 就是說回歸到當兵那一年 或者是教招任何這種東西 因為你 我覺得應該是可能我們生長的環境啦 就是大部分 其實我們是幸運的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自己決定我們要幹嘛 對 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幸運的人 但是有時候你可能被丟到一個 可能沒選擇的環境下 你就會有那個反差 那反差就讓你思考一些事情 喔 有趣 對啊我覺得也不能抱怨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是幸運的人 對 有些人他其實是沒選擇的 對 我也是認同的這件事 所以偶爾叫招一下可能不錯 就提醒自己 洗滴一下心靈 不要過太爽啊 平常不珍惜麥當勞 出來吃著嘎嘎叫 嘎嘎叫 真的是這樣子 第一次看他這麼 對食物有慾望 對啊 而且他有那麼愛麥當勞過嗎 沒有吧 可能沒有 我們都是幸運的孩子 才可以坐在這邊錄Podcast 對啊 沒錯 這真的至少這件事我表示認同 好的 今天聊非常多 那我們馬上進入到 欸 今天先不進入到Apple Podcast 環節 我們進入到我們的贊助環節 贊助累積太多個 我們太多集沒有講了 那我們先來消化一下 好 等一下 我不需要登錄 等我一下 Vlogging 沒看到阿強好不習慣 不能看到 他已經沒出現很多次了 我看到 我等到冬天就可以看到我了 你說 好了不要再問了 我是從小第一 好奇 欸 那你 如果你媽這時候進來 她是會習慣你裸體的嗎 她不會 她會說你在搞啥 然後我會驚叫 然後她就會說 你有的我都有 你驚叫什麼 這樣 你就是你媽 你就承認吧 我真的覺得你媽跟你好笑 我不是 好屌 我才不會拿放大信看手機 我覺得你以後一定會 你以後一定會 30年後40年後 你真的就是你媽欸 而且你講什麼 就是你媽對你講什麼 我都覺得你會對你女兒講 一模一樣的話 欸 對對對 我不會 我不會拿手 沒有說不定你媽以前也這樣子 就覺得你阿嬤就是這樣子的人 就是哇 你們就是一路這樣子傳承下來 好吧 自己女兒小時候都看過OK了 對啊 好的 那第一則留言來自小迪0320 她說 超美好的心情 柏朗號無價愛心 人生第一次贊助就獻給你們了愛心 一開始是因為抖音的動畫所以開始聽的 結果不知不覺也從EP37一路到現在 感謝你們每週都帶給我歡樂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感受 希望未來節目可以永遠的一路做下去 用個小小的贊助來表達我的支持 然後她贊助了我們三千塊 哇 這是大大的贊助啊 太多了吧 三千塊 大大贊助 哇 三千 謝謝0320 她還說這是一個小小的贊助 請你不要這樣說你自己 這是一個大大的贊助 非常大的贊助 謝謝你 那如果好奇問說 如果你們現在突然間撿到三千塊 你們會做什麼事啊 先分你們一人一切 屁咧 屁 絕對是假的 絕對是假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這個就是場面化 我要去GU買衣服 那 這就是我的選擇 所以你三千是把它花完 對我要把它花掉 那你呢 那換我呢 我應該就是三千塊喔 我可能就存來買AirPods Max 欸你是要存買AirPods Max 還是你要存買新吉他 其他有另外一個基金 上次777有給我另外一個基金 在存 哇分兩邊 三千要先買一些日常用品 很貪心啊 太貪婪了 真的很貪婪 滿貪的滿貪的 好吧那謝謝你的三千塊 謝謝 謝謝 好的 那下一個的話是叫做66 然後是個大便蝠號 他說 8月1號沒有新吉祖 要來贊助 讓你們不要生病 不要太忙 好好剪輯 然後他贊助了我們666元 不過8月1號是什麼時候啊 已經很久了欸 現在都8月22號了 欸對欸 其實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好像還是 就是delay幾天還是滿久 然後其實群組小迪們有在討論 他們是擔心我們的安危 就是說我們的健康是不是出了問題 什麼欸有沒有人要去關心一下他們 他們是不是怎麼了 怎麼 大家很害怕欸 我覺得好暖心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很好笑 有一個老迪就出來就是說 什麼星期一更新如果是 是怎麼怎麼樣 然後星期二是怎麼怎麼樣 我好像 思考是不是有截圖啊 喔我知道 這可以留下來我看一下 那個很好笑欸 啊我找到了 他說禮拜 甚至是來自小迪617 嗯 他說禮拜一更新是最新制度 禮拜二更新是回到初新 禮拜三更新是以往常態 禮拜四更新是偶爾突出 禮拜五更新是真的太忙 禮拜六更新是賺到一集 禮拜日更新是一週雙更 三不轉路轉 守門員還沒更新自己轉換心情 哇 太屌了 太有才了 這真的是這樣 這真的 而且他講的完全正確欸 這是我們 每一天都正確 我們的無賴 褲子被看光光了 就是這樣 好好笑 謝謝小迪617 就是你們這麼明白我們 真的謝謝你 哇 真的欸 被看光光 好的 那再來是叫做失望透天醋 他說 由於懶得更改Apple暱稱 直接來贊助這邊留言 今天經過廟宇附近 聽到有人 裡面有人在大喊 旺旺 心裡一陣疑惑 但仔細才發現 其實在喊 有不 有有 然後括弧有嗎 有的台語 才發現 原來我已經 入坑太深啦 感謝色情守門員 陪伴我度過 被工作鳥事摧殘後的 下班通勤時間 你們超棒的 然後他贊助了我們330元 哇 有不 有有 有有有可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好的 謝謝 那再來是小迪圈圈圈圈圈 他說 希望可以出一個色情守門員的手勢 像是百灵果的B 这样以后拍照都可以统一首饰 路上遇到不好旺旺的时候 也可以相认 他赞出了我们69元 但是刚小迪就开始在比一些 很奇怪的首饰 对因为我有看到 不知道有人在哪边留言还是讨论 就一个首饰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声音 旺旺有首饰感也蛮帅的 所以我把它记在我的小笔记里面 所以我一直在想要做什么首饰 我以为就是狗狗这样 两只手在胸 请不要做出不雅之事 请不要做出不雅之事 可是如果是两只手像小狗狗一样 那样不是很可爱吗 有那个皮影戏呢 皮影戏怎么做 我刚刚我全部都会驳回 我这样比较像蜥蜴 这样好像一只鸵鸟 这个我真的是会驳回 没有他们做出抓奶的知识 你们看不见 但我刚刚看到了 他们就在做抓奶的知识 什么抓奶 就是一直在那边抓抓抓抓 一直在胸前在那边抓抓抓抓 汪汪 汪汪 好吧 不然大家来投稿好了 要有动态感 要有动态感 对啊 大家投稿一下吧 不然我们在限动也是来争一下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手势 以后拍照就是要这样拍了 哎 哎 够了 干嘛 好 谢谢你 这就是大家的赞助了 哇 谢谢 谢谢大家的爱戴 谢谢你们 小迪 我们会把这些赞助用在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好的 失望透天出 我爱大家 小迪圈圈圈圈圈 大家爱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在这段停更的日子里面这么支持我们 8月的确是混乱的一周 所以我们 8月我至少停更了两次 我们真的就是不能有存档 我不能一周录太多次 我就会开始想要使坏 不能有库存 对 我就开始想使坏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因为我只要 承认了 手上 对 都是我的错 手上只要有很多音档 我就会开始使坏 而且他坏到最后 就是他在交出音档那一刻 就会又又 就是很爽 我都会被他靠北到 很爽啦 不干我的事了 爽啦 吃我的锅 对 然后我就 很爽 越爽我越不爽 谢谢谢谢 但是我们以后还是就是一周录一集 这样才是最棒的 没问题 没错 没错 对 那我们这周的Apple Papa Podcast 因为太多了 我们下一次再一次还给大家 没错 还是可以来留言哦 上面很多 有趣的故事 好 那我觉得这集 其实聊蛮多 聊蛮深的 就是从生活习惯 聊到较招 又聊到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 那最后大家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偷看阿强的笔记本 哦 因为他不是要开始写 他那个情绪记录吗 哦 其实说到记录这件事 我一直很想做一件事 但我好像每次一直忘记 就是把梦境记下来 哎 我有做这件事 什么阿梦境 我再记了三个吧 哦三个 三个而已 还没很多 对因为有时候 都会梦到一些很夸张的事 我觉得写下来蛮酷的 很有趣的很有趣 哇 这跟看电影一样 我也是想试图 可是真的都会忘记 还是我们互相 督促一下 我们就来 从明天开始 就是把梦境都写下来 我觉得你们两个 可以做这件事 可是我要专注在 控管我的情绪上 我要先从了解自己开始 了解自己的情绪 就是对我来说 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你用课题 一确是课题哦 这真的是一个课题 与我的情绪相处 现在这个 那现在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对 大家再见 哇我这 啊不行我吗 我就到这里了 什么话 这个结束了 结束了 那我知道 你开个冷气 然后你把镜头打开 没有没有 他还要先穿衣服 对我要先 你稍微屁 没有没有 不要烦 照头就好了 不要烦 要结束了没 要结束了没 可以结束了吧 不知道你们两个还没讲 你们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我觉得 可能在每一个年纪 还有你的遭遇到的事情 的确都会让你那一 当下的想法蛮不一样的 对啊 也许过几天或过几年 突然间又不太一样了 都没有一定 但我觉得有时候 能聊出来 然后跟互相讨论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嗯 没错 对因为你其实 不太有机会 可以跟人家 这么深的聊一些事情 真的是这样 没错 真的真的 对啊 然后也会 原来你是这样子 看你自己的人生 或是你这样子看我 或是怎么样 其实我本身 就是我本来 没有很爱聊 自己内心的问题 或者是困惑 或者是 就是我通常 就是自己在内心想一想 可是就是 论Podcast 有让我练习 把自己的提问 提出来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 对 我怎么觉得 你好像从以前 就很爱提问啊 然后一直问到底 但好像提问 不是问你心情上的提问 是问我真的认真好奇的事 就是是问 就不是问这种 就是说你相信命运 或者是命运论 或者什么 这种事就以前 我就自己脑中想一想 然后就会觉得 可能也会修于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 表达自己的意见吧 对对对 我觉得关键是 你其实问完 你还会愿意去讲 你现在在想什么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以前是很少遇到 这种真诚 很可以跟朋友聊的状况 但是论做Podcast之后聊 其实我现在也蛮习惯 跟别人聊 就是你对于某件事的看法 是怎么样的 没错 我觉得蛮有趣的 没错 这样才不会活得像机器人嘛 对啊 机器人 我是心爱机器人 就我可能之前是想要 追求一个答案 就是一个 某个事情的答案 但论现在就只想 听听大家的看法 或者自己真诚的疑问 因为我也没有答案 那我们今天节目 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我们等一下还有开头要想 拜拜 大家下集再见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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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开头 开头要啥呢 大家拜拜